你們知道卡格衛嗎?卡格衛也是外送國家隊的議員 目前已經收到上百家餐廳的詢問 合約在辦公室上厚厚堆了一大跌 甚至連新宇航空貴賓室所提供的富航豆漿 都是由卡格衛負責來管理喔 團隊名稱中有個濃厚排隊味道的他們 的確是從代客代牌起家 但為什麼代牌業者會在外送國家隊的陣容中呢? 答案是創辦人暨執行長王耀誠 他心中的發展藍圖有密切的關係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焦點觀點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安迪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 2020年5月4號由陳軍藝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數位時代官網的文章 卡格衛以代客排隊代購起家 單靠著轉單實力與一股灑勁 拿下許多知名店家獨家外送 而他們的目標是珍貴選物店家 那什麼是珍貴選物店商呢? 簡單來說就是平台會提供排隊名店 以及高單價、高質感的商品 裡面所賣的東西都是經過挑選的 讓消費者可以在平台上安心購物 不過當初為了實現這個初衷 在一開始歷經許多曲折 當時創辦人王耀誠鎖定消費者愛排隊的名店 希望能吸引消費者上門 但對於一家小新創 沒知名度、沒人賣 難以取得店家的信任 所以他們專心經營代客排隊來累積知名度 隨著一張張訂單湧入意外的吸引店家們的眼球 像是60年代的知名老店富航豆漿 就被他們傻傻排隊的服務深深吸引 決定成為卡格位的獨家外送店家 近期在航空界裡最具有亮點的新宇航空 也將透過卡格位的管理服務 將富航豆漿作為貴賓式的早餐 擁有許多企業客戶 他們在挑選合作的店家上也別有巧思 專門挑選非連鎖熱門的店家 不僅讓消費者留下獨特的印象 還能拉高客單價 而且使他們每筆預購單價都高達1600元以上 是兩大外送品牌的數倍 可以看到卡格位經營外送的方式相當具有指標性 顛覆外送經濟的模式 但卡格位仍然不滿足 反而更積極地開拓更多的商業模式 接著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是如何拓展版圖來豐富平台的經營吧 除了外送服務以外 卡格位運用累積多年的消費數據 將消費者的軌跡做出分析 再依照喜好以及需求自行開發商品 配合過年推出限定禮盒以及新商品 例如澳洲金品櫻桃 高球前訂星達港物語子禮盒等等 營收已經達到年總營業額的30%以上 不過我們剛才在前面有提到 他們的目標是能夠賣向珍貴選物電商的目標賣進 所以商品的範疇就不能只停留在餐飲 王耀神透露卡格位將要有一個重大的轉變 從餐飲跨讀多項領域與產業 包含潮流美妝、販售限量包包跟鞋子 甚至還有一月掛號的袋牌 你就不必花大半天的時間在醫院等待 時間一到卡格位立即就會通知你 而且重點是你可以擁有最好的醫療品質 甚至還有鮮花配送等等的貼心服務 各位觀眾,你有沒有發現卡格位一直走在消費者的前面 當消費者沒有想到以前最優先上架新的服務與產品 精準的洞察力提升電商的品質跟水準 目前卡格位的使用顧客大約在7萬多人 主要客群在35歲到40歲之間 而且女性佔了八成的業績 甚至有單一消費者一年可以花上上百萬元 卡格位所在座的影響力是不是相當驚人呢? 聽完了卡格位創新的商業模式以及貼心的服務之後 你是不是也想要趕快動動手指 點開APP叫個外送呢? 最後想要鼓勵大家 創意是要在你認為對的事情上面 傻傻排隊並不稀奇 稀奇的是你持續的堅持 等待最好的時機發揮影響力 我想這才是在創業之中相當需要信心的地方 卡格位憑著一股傻勁歷經大大的翻身 現在他們已經是外送平台的國家隊之一 這個過程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卡格位的精神也讓我相當的欣賠 這讓我想到農夫在耕作田地 默默栽種不畏歷經 風吹日在雨淋 只為了等待豐收的那一天 好的,今日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無論你是創業家或者是職場的工作者 希望透過今天的分享 都能夠成為各位聽眾的幫助喔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